来到万景广场的中央舞台 现场早已是热闹非凡 人人期盼 原来大家都在盼望着多伦多华裔小姐的华丽亮相 经过几个月来的台步和体态训练 每一位嘉丽的自信都显示在他们脸上 这一天也是华兹丽颖摄影比赛的现场 所以参赛的摄影师们聚精会神 不求将十位华姐们最美丽的瞬间记录下来 十位嘉丽分别穿着靓丽的婚纱和婉装上场 过去辛苦的猫部训练都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专业的水平 所以每一步踏出都是那么的动人心弦 闪光灯当然是闪个不停呢 除了摄影比赛 现场还有华姐们的照片展 展示着他们参选过程的点点滴滴 也让人们惊讶在这短短几周内 嘉丽们的转变和成长 随着大会的日期越来越近 每一刻他们都不敢松懈 在老师的代理下认真地做好每一个舞蹈动作 念舞对于嘉丽来说是又爱又怕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们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达到专业水准 真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为了能在大会当天有完美演出 华姐们都是下定了决心克服挑战 要做一场精彩的秀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7号及8号嘉丽的自我介绍 我的性格活泼外向爱笑爱闹 和被认为成本的会计师工作是两码事 小时候我是一名丑小鸭 在看过华姐的竞选以后 激励了我不断的进步 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竞选者 现在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所以说只要不断的努力 就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我今年刚刚毕业 小时候妈妈给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学 例如跳舞、唱歌、弹琴、滑画 所有的志愿是成为一位演员 因为透过不同的角色 可以满足到我多方面兴趣的尝试 今次参加华姐是想学会克服面对群众 而将其他人对我的批评 而转变成为一种推动力 令我可以做得更加好